周贤造有45年木工之力 是业界的泰斗 经常受托制作国内外电影和电视的布景和道具 这段日子忙着制作日常法师宣讲 菩提道资历广论30年的展示场 也就是复制团体2018年议事人法会的广论30 广论30展场里最醒目的 应该是这6根高达366公分的柱子 柱子顶端象征寺院的早景式行驾非常吸睛 弧度的东西跟直线的东西做起来 我们很简单 你不会做木工也知道它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再来它都是斜角 它有斜角 它是斜角不是单面 它是四面都是斜角 那这个稍微有点困难 展示场与一生法会前一天组装完成 亮闪闪的广论30和6根不同颜色的四方柱 在法会期间吸引许多人观赏拍照 一个很漂亮的展场 然后又很有中国的风味古色古香 然后文字上的历史也就是代表整个佛教的千年的传承的历史到近代 感觉走进一个庙宇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 也有的人对展场的内容有特殊的体会 一个时代 一个事件的里程碑 很难得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情做这么久 而且即便现在师父不在来 还这么这么多人一起来参加一生法会 广论30传送着佛法传承的千年佳话 也闪耀了每个人的新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